你还担心什么养老啊 对 养老是我们这种人担心 朱义鼎 我觉得是这样的 也许今天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不会担心养老 可是我真的见过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在谈一个字也是我们这一代人 年轻的时候不会谈的东西 那个概念不完全是养老 但是它一样牵涉到一个 类似养老范围的东西 那就是叫退休 他们用的词叫什么 财务自由 对 对不对 不要忘了财务自由这个概念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的 就今年二十多岁的人就会开始在想 我将来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所谓财务自由 叔叔叔叔 我还没自由呢 我们都还没自由 对不对 但财务自由是什么 财务自由牵涉到的就是 就是关于退休 甚至是养老的事 只是换了一个概念 换了一个讲法 当然这个讲法投射的意义不一样 那所以但这个词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哪 财务自由你看 我们过去讲退休养老是想安稳的生活 财务自由想要实现的是 我怎么样自由自在的去支配我自己的生活 在不讨论经济问题的前提下 所以这个想法背后的那种逻辑跟心态 和今天我们讲斜杠是相通的 就是我怎么样不被束缚 我怎么样追寻自由 我怎么样干我爱干的事 不要被一个工作绑死 不要被钱绑死 其实是类似的 你讲得好 这就是好比上次咱们那个第二季的时候 这个陈丹青老师跟咱们说的那个 就是当时不是说吗 说好像现在很多青年反映这个讨厌工作 陈丹青就说他们不是讨厌工作 他们是讨厌上班 就是他说你比如说一个人 他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去做不同的自己想做的事 他也都是在工作 但他只是讨厌被上班限定于一个杠里 对吧 所以斜杠其实意味着对自由的追求 对 而且也带来了对于人生赢家不同的标准 比如说现在可能财务自由带来的就是 你多少岁的时候实现了财务自由 那么越早实现可能越是所谓年轻人眼里的人生赢家 而且背后也牵线一个概念 不同的年代 欲望 对 欲望现在比较多 欲望不一定是坏的东西 我们一听好像说你有欲望很坏 不一定啊 现在我刚才不断说网络世界 整个世界打开在你眼前 你当然就有欲望 要体验这个体验那个 所以才会想着说要自由 要什么财务自由 假如你没有那个欲望 我的欲望低到像我前父母亲辈 我这辈 好了 只要那个大概能够有钱 能够真的是养老了 养老的背后就是我欲望没有很多 那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所以话说回来你可以不用赚了 那你要继续工作 只不过你欲望太高了 你把欲望一控制了 你就财务自由了 我那天学会了一个 欲望和理想有什么不同呢 一定要就是必须达到结果的 一定要结果的是欲望 但是呢 这个热爱过程的是理想 就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愿意写小说 我这个小说能不能得诺贝尔奖 或者能不能发行十万册 那个是欲望 但是呢 我这个写作不写不行的这种 这种爱是理想 这可以叫 我就说我 所以说在一个一个斜杠里 是理想还是欲望 你觉得不同的人不同 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把欲望给平行化展示了 就让你觉得那个欲望 就在前面唾手可得 比如说这个网络 他把这个购物的体验改变了 原来可能大家是必须得到 一个商店里边 我得到一个精品店里 或者是一个比精品店 更高级的商店里 我才能看到那个价格高的衣服 那有可能走进去的过程中 我就犹豫和退缩了 那他就不是我救手可得的欲望 但是现在这个网络化呢 把所有看起来非常高价码 或者是高欲望值的东西 全都平行化的展示在这个世界上 有可能就是你微博或者是抖音 刷到的这么一个身边的 所谓的平常人所拥有的东西 那这时候你的心里就激起来了 说我旁边这么一个普通的人都能有 那为什么我不能有 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就是这种 所谓商品化的改革 还有科技化的变革 也让欲望变成了年轻人的一个 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 就是说这个斜杠里头是欲望 有一部分是欲望 比如说这个斜杠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谈资 就是我得让自己看上去是个有趣的人 看上去是个有趣的人 我才能交到有趣的朋友 我才能拥有一个可以被展示的微信朋友圈 我的微信朋友圈如果每天都是朝九晚五在那上班 拍着对面同样的大楼 拍着同样的食堂工作餐 那完全是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一个无趣的生活 他很多时候是要给外人看看 对 要让别人感觉到我生活有意思有趣 都有啦 你可能有时候会想让别人不要觉得我贫乏 对 再来就是说我的履历表要厚一点 我才能对得起自己 有些年轻人不是说吗 我现在不做不尝试 我老来会后悔啊 会遗憾啊 我老来回头一看 哎呦 原来我就只做过这些事情啊 原来这世界哪里哪里我没去过 会后悔 那欲望跟那个担不担心后悔 又是相通的东西 所以所以你刚说你用的词是什么 平行展示 对 对吧 就是很简单嘛 可有它的可行性嘛 在那边嘛 以前没有的嘛 现在都在你前面 而且你的确是有机会去摸到它 拿到它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 比如就像你说的是平行展示 但是呢 你像在我的这个眼里呢 就是一个先后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修改一下 就是向你们学习 我应该斜杠一下 因为我发现我也是老想着 什么时候能够财务自由 然后财务自由要干什么呢 要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吧 那就是主持节目 我不想主持节目 主持节目的 主持另一档节目 总算不用主持节目了 我就可以好好主持一档节目 不会的 连孩子会 我的理想 比如说环游世界 对吧 好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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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得 我什么时候能结束 这么想是没头的 对不对 你错了 文桃全部错 环游世界是你的欲望 主持节目才是你的理想 理想 我怎么听见你正说反了呢 哪有呢 你财务自由之后 你还是喜欢 还是会回来主持的 对你会忍不住的 因为别忘了 你什么都不行 这是会说 环游世界也不行 我还会吃啊 我还会品味啊 你看这里边 你可以做一档环游世界的节目 美食节目 这里边就说到另一个问题 有个青年导师给讲课 就说你们要做 你们喜欢做的事情 有一个男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就是喜欢睡觉 这个问题怎么解答 自向远的 后来我又 所以我一碰到这种问题 就跟掉 就跟文道家辉掉河里 先救谁似的 我老还就说 这种问题该怎么回答 后来我又在网上 找到了一个回答 就是说不是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而是做你最能做的事情 就是他说还是睡觉 所以你看我现在咱们谈到这儿 我就有点弄明白了 这个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挺奢侈的一个愿望 就是但是很健康啊 就是说我想追求我的全方面的发展 对吧 让我成为一个全面的一个人 其实应该说谁都有这么一个梦 对不对 可是呢 对 有相当一部分人 比如说年轻时候的我 你可能生活压力就是一个问题啊 但是文道你觉得 谋生艰难的人 能解放自己 全方位的自我发展的需要吗 很难呢 当然很难 就我觉得这个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浪漫 太玫瑰 在现代世界里面 其实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所谓的做斜杠青年 其实只是就像江慧一开始讲 只是兼职打工 只是要谋生而已 是啊 所以斜杠青年之所以这么被关注 成为去年到现在流行词 是因为它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财务自由一样 是这一代的青年的梦想 与其说是现实 倒不是说它是梦想 所以它的样板人数 其实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有时候呢 不得不就是把人生的追求 变成我不是要在这个领域 做到顶点 因为这可能是永远不能达到的事 你前面已经那么多人都在排队 然后这个死去的幽灵也好 然后中间的一堆人 都在那霸占着这个通道 那这种就有可能 到了年轻人身上回来 那我人生追求自由好了 我追求一个我看完世界 探尽繁华 这样一个状态 可能还更加可得一些 所以啊就是不光要管理自己的欲望 甚至要管理自己的梦想 因为的确存在一种 可以说是最高的人类的梦想 就比如说文艺复兴人 就会现在有些那种学校啊 那种很高级的学校 提倡的教育也是一个模式叫全人教育 那是一种 我觉得需要支付很多成本的一种 一种培养和教育 哲学家肯定是 人的人性的全面发展 对吧 那是一个最高梦想 但是呢 每个人因地制宜 根据你不同的奋斗阶段 根据你不同的这个情况 你也得管理这个梦想 管理到最小 哪怕一个人白天非常疲累 忙于工作忙于谋生 这也是很值得尊敬的 对吧 但是呢 好像他总有一个爱好 有些人养个花 是吧 甚至于有些人呢 像我原来说 一个司机 一个司机 每天最快乐的时候 他说 就是那个看那个美剧 看美剧也算 对吧 每天最快乐的时候 就是有时候出车 这一天十几个钟头 然后晚上回到家 他不要马上就睡 他不要马上就睡 虽然很累 他虽然他也很累 但是他要打开冰箱 拿出一杯冰冻的啤酒 放上自己早就准备好的 那个美剧 今天又能看一集 要有仪式感 有时候为此 他能够减少睡眠 你看 其实你不要小看 这不简单的是一个 看剧的消遣的行为 连这个 也是那个人性的 那个全面发展的 那个需要 因为他需要有这么一段美剧 或者说中国电视剧 来滋润 他的这个人性的需要 就看你怎么看 这种嗜好 当然是嗜好 也需要 其实是为了 让你第二天 回复体力 再生产 对 这是一个劳动力 再生产 对 劳动力再生产而已 他不能帮你解放 也谈不上说全人 其实更是永远 把你绑在 劳动的制度里面 你就不能给点希望吗 有的有的 其实因为后来我们晓得 很多文化研究学者 也会说这种消费本身 也是生产 对 就是消费本身 也是一个带有解放意义的 对 所以可以的 OK的 在消费当中解放自己 是吧 那当然可以 那他们高兴了 那他们谁给钱呢 不可以你挣呢 里面有个乐观的是什么 因为说嗜好 每个人都有 有一种嗜好 当然比较困难 要有创造性的 真的解放性的嗜好 比方说我们经常说音乐 当然音乐也有分一般 所谓的流行音乐 跟那个能够让你更深刻思考 所谓的严肃音乐 音乐 阅读 阅读也有可以阅读不同的书 你说的 其实说到底啊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对于这个青年来说 是过高的要求 因为像我这么笨的人吧 反正我是活到50了 我才慢慢找到一点这个消息 就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古人讲的这个中庸 就是其实呢 说到底啊 你要打算好 你要过好你的人生 对吧 你有很多方面的诉求和需求 谁也不要太过于理想 但也不必太过于现实 到最后你发现没有 就是人越来越拿捏自如的 是他拿捏出了一种度 在我的谋生和休闲 在我的这个欲望和理想 在我必须干的事 和我那个喜欢干的事之间 他拿捏到了这么一个平衡点 当人拿到这么一个平衡点的时候 他似乎就进入一个比较心安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里边就有个对度的掌握 这也很玄妙 掌握不好也没关系 因为青春嘛 青春嘛 就是用来创造的 祝你多杠着斜杠成功 祝你斜杠成功 斜杠这会还得成一杠是吧 是 但是问题是 伦敦奥运跟雅典奥运 都请他用我品达的诗帖来写送丝 他有个三重奏 然后演出布拉姆斯 在英国时常巡回演出 周朝发明的这种六亿什么的 其实西方也一样 中世纪的时候有七亿嘛 一种博雅式的这种通识式的教育 米兰的这个公爵特喜欢达芬奇 Sforza 对Sforza家族 在比如说这个纳伯科福 也是这样子的 咱们都是因为它的洛莉塔 因为作家熟知它 那酒流石家 我说因为我们小时候有本书 叫十万个为什么 礼后主是怎么死的 然后说听说有一种毒药 叫千积药 这世界很酷 跨山 鑽 这一种毒药 这一种毒药 我们是用的